如果我们发现总统的国家 选择了这个力量 并在我们的选择选择选择 或如果他想要 拒绝、拒绝、拒绝 一个友谊 如果这不是选择的行为 什么是 据报道 当天的听证会时间长达六小时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 和负责欧洲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 出席听证会 对于美国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一事 泰勒说 通过冻结军事援助 换取调查国内大选对手的做法 伤害了美国外交的信誉 是疯狂不合理的行为 两人还表示 除冻结军事援助外 特朗普还曾以白宫会面 作为交换条件 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他的对手拜登 此外 两人还称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一直在通过不正规的渠道 处理外交事务 并且其目标与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目标不一致 不过多位共和党议员认为 泰勒和肯特并没有直接接受总统命令 或者与总统直接讨论过相关情况 因此证词不具备说服力 在公开听证会举行当天 特朗普称 弹劾调查是猎屋和骗局 并强调自己一分钟都没有看这场听证会 你讲的独猎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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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是一件事 我还没看过 我还没看过一分钟 因为我曾经跟着总统 这就是更重要的 我正在看 是你所想的